云南90后女孩修机器走红网络 原来姑娘修机器的样子可以这么美 最近因为会维修各种柴油机的女孩林果儿闯入大家的视野 视频里她能够将各种废旧的柴油机修整一新 甜美的外表印和的手艺强烈的反差引起很多网友兴趣 还有网友笑称她是重工业版的李子曦 其实90后的林果儿来自云南昭通 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 而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 林果儿出自离异家庭 爷爷奶奶供他和弟弟读书 中考后林果儿考上了市里的第一中学 却因为家境贫困无奈退学 前往现成打工 后来得知情况的三姑妈劝她回到学校读书 林果儿思考许久 最终去到了一所达到分数就可以减免学费的高中 林果儿的弟弟比他小一岁 他读到高三时 弟弟开始打工继续供姐姐读大学 2017年林果儿从昆明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业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回到家三维修各种柴油机 并把视频发布到网上 没想到受到了很多关注 而三年下来他收获了200多万粉丝 他说明年就能还完大学的助学贷款 自己十分享受修好破旧机器的成就感 希望像李子柒一样做有意义的内容 为这位励志的姑娘点赞